這麼久以來,我有些事沒跟你說 是因為是上一代的事 不過既然你這麼有興趣知道 我也不介意跟你說清楚 我們華家自從你爺爺死了之後 背起頭家 就是我這個長子的孫的責任 當時去香港對我們來說是很遙遠 而且人生路不熟 我絕對不會讓我弟弟去冒這個險 但如果當時我跟文雄說清楚這件事 他一定不同意 所以我就交給天意 來決定我們的命運 人為的,天意 善意的謊言,有沒有聽過? 你這麼會刺激,難怪爸爸疼你 也會疼我 陳邦 我知道有些人不太同意我處理方法 不過問心無解 今天說完,我以後不會再提這件事 吃飯吧 只不過我… 吃飯吧,還有這麼多話說 好 如果三方同意的 股權轉讓就千指作實 就算是疑問 你們也可以繼續做各位的股道 不用賣掉股份 我想邵良應該跟你說得很清楚 我們就是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 賣掉股份就可以一刀兩斷各漢各路 國威是你爸爸的心血 如果被他見到… 你想說什麼?如果被他見到? 如果被他見到 我們留在國威還是沒有好日子 還是會被人趕盡殺絕的 我想我爸爸死了也會不安寡 既然如此 我希望你們在那邊的生活愉快 如果將來有什麼不適應的 隨時都可以回來 你不用再操心了,大哥 總之是我自己選的 沒有人放我上桌 是好是壞,我也心甘命抵 總之我們夫妻去到加拿大 無論如何都會比在香港高興 起碼不用見那些反骨人睹眼睹鼻 心情開朗一點,臉部也少做兩遍 文靖,別因為生氣我和自己鬥氣 留一條後路給自己有什麼壞 國威是股份,仍然可以為你賺錢 你每年都有黃昏 所以就素在國威賺的錢 都是你華文漢一個人的本事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賺回來的錢 是我華文石自己找回來的 老公,我支持你 文石,俗語說人離鄉戰 到了加拿大就要靠自己了 多多保重 二哥,你也是,不要熬得那麼辛苦 老公,時間到了,好,走吧 鄭明,幫忙拿走來,爸爸 我知道我不是很受歡迎 但我仍然堅持要來 你們是一件事,你的錢是一個困難的 我和爸爸 azar 從文石 你不是做的,你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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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по後來に 父親 我祖母貴你貴你貴貴一定貴你貴 文鴻, 我希望我們將能夠好好的坐下 談談, 吃飯 正波 幫手拿東西 媽媽, 怎麼了? 沒事 媽媽, 坐了十多小時飛機, 累嗎? 不累, 我一直以為回來見女兒 就整個人精神了 就是了 媽媽, 怎麼了? 沒事, 可能我眼花了 喂?張太太, 從倫敦回來啦? 沒問題, 你這些大忙人 當然快要你的時間, 要緊要一點 對了, 今天天氣好 包你的景觀一定漂亮 好, 今晚見 晚上還在工作嗎? 有些客人特地選擇晚上看房子 看景觀看不漂亮 那怎麼行?從早上到晚很辛苦 怎麼會辛苦?有錢不給我賺就辛苦 真明, 我們買這麼多眼鏡回去賣不賣? 爸爸, 你不用擔心 拿著, 你看看 眼鏡哪有這種標籤的眼鏡呢? 特別好賣 而且我們這些都是新火 有幾家眼鏡 叫我老闆來替我訂貨了 如果我們全部賣出去, 最少賺三四萬 那就好, 借工人的錢可以先還給他們 我只還錢, 再做幾次 我們賺大錢 到時候, 我可能就是眼鏡大亨 最多不是一個收買人 你貢公公也對 你從小是喜歡發白日夢 是呀, 我喜歡發白日夢 你們這些遺傳基因不知道是誰傳給我的 勝勝 你怎麼放鬆這樣?怎麼了? 聽說鎮民回來了 他回來了嗎?不行, 我要去找他 看看他把我的錢交成怎樣 是… 別這樣… 別這樣… 一斤… 別這樣… 住手, 你們不要打人 不行 陳芬芬, 吳天文 你們三個自己分了 早就跟你說了沒搶了 現在還了一半 到月底, 還那半行不行? 好… 好… 你不肯定定做什麼? 你看我的樣子像被人打過嗎? 還好帥 還好帥 你… 帥氣 不是吧? 不是吧?你這個堂哥這麼不負責任嗎? 算了, 反正我這次去香港也沒白去 還了一半錢, 總算給大家一個交代 但是大家一起做生意 為什麼會賺錢就大交分 虧了就你一個人什麼? 我當初答應大家只賺不虧 做人要有信用 答應就有人照做到, 對嗎? 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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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隻蒼蠅一樣 還回來 怎麼了? 生氣嗎? 不要嗎? 不要你幹什麼? 我特意留給你的 你真的特意留給我的嗎? 不要就算了, 送給小禮 我要了 不要勉強, 真的不要勉強我 好像我硬撿你要那樣 哪有?誰叫你剛才玩人嗎? 什麼?你說剛才誰玩你? 我真心對你, 你覺得我在這裡玩你? 不是, 我不明白這個意思 也是你剛才說人家整隻蒼蠅 不是, 你還笑嗎? 看著你, 跟你開玩笑就緊張成這樣 別怪每個人都玩你了 來, 看著 來 好看嗎? 真的好看嗎? 當然好看, 名牌貨怎麼不好看? 因為我覺得… 小心點, 別弄壞 只有褲子, 其他都賣光了 真的嗎? 當然, 我自己也沒有 好看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